我們要去台東了 台灣數一數二最美麗的地方 淨灘時間到了 台客 台東的朋友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的淨灘就取消了 因為起不來 我們昨天住花蓮的住宿 就是他們幫我們安排的 非常有趣的點就是 你可以用公益來換住宿 比如說你淨灘兩次 就可以免費住一晚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出發再說 拜拜 我們現在要前往台東 但是有一個狀況發生 問問看製片 這個天算不如人算 結果突然發生了 台風這件事情 目前路上看起來是沒有烏雲 看起來好像不會有台風 到台東沿路有一些藝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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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長紅橋 是一個很有名的泛舟終點 泛舟從橋下過去 終點可能就在那邊 台風會來嗎? 好像聽不到 會有台風來嗎? 沒事 應該是台風快來 才需要動力穿把他拉走 風變大了有點小擔心 我們到了北回歸線 現在開始下雨了 拍你的頭髮 對 就知道 因為我都看不出來 好像真的台風快要來了 那根據你們以往的經驗 像這樣台風進來的話 發布路上台風警報會 會 突然斷掉 根據我們謝團長的指示 說那邊目前是沒有風沒有雲 但是他也不敢保證 所以我們暫定就是 下午3點的時候 再做最後的決定 你是不是要靜態這樣子 天氣變化很極端 但是現在 好像蠻不錯的 我們到成功 成功是衝浪的勝地 很多外國人都來這邊衝浪 但是有台風警報之後 衝浪是靜止的 遊覽車代表這邊又是一個觀光景點 卡片教會 這到底是台灣還是歐洲 可是這個後面就有一點台灣Style 這就是丟路教會 據說是依照明星片的圖案設計發想 因為颱風要來了 所以我猜他今天就是為了放台 所以把這些雜貓把他堆起來 現在要去找那個 台東職工協會的謝團長 沒有趕著去拿野奶請大家喝 因為他們兩點就關了 然後現在GPS說 還有一個小時才會到 現在已經快一點了 我們終於到了海產店 要來拿野奶 我跟他長得蠻像的 為什麼 來海產店買野奶 第一次喝新鮮野奶汁 是野果肉打的 會棒喔 好香濃喔 我們再這樣下去 我們到現場就沒有野奶了 帶回台北的話 就應該口味會變 變酸奶 我們要去哪裡 謝團長 我問你喔 你今年辦了幾個淨灘嗎 今年大概至少也辦了將近快二十場 那政府呢 政府目前我看到就是兩次 一年兩次 沒有 目前我看來是有兩次 這邊在募集狙蟹蟹 因為他們現在都找垃圾當自己的家 所以來這邊募集 找回他們原本的家 他們自己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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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了啊 有一個人進去了 剛團長說 最大的狙蟹大概這麼大 那他們從小會一直換家 一直換更大更大 到這麼大 然後如果找不到家 他們就會停止長大了 你要用寄來的你就寫 台東小野流 就會到 可以繼續寫一個家 可以繼續寫一個家 繼續寫一個家 繼續寫就是自然界的淨灘車 我們就不是被它被動 就是死魚啊 或者什麼 洗上來 他們都會把它吃掉 順便清潔海灘 颱風真的影響台東很大 這樹就是上次颱風吹倒了 現在團長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八八風開喔 八八風開到現在喔 那幾次颱風來 然後就把樹全部往這邊堆積 堆積堆積 洋流往北上的時候 就把它帶到這邊來 所以他就是堆積堆積 哇 團長已經開始淨灘了 團長說可能人家亂丟煙地 這樣是蠻危險的 團長說如果台灣有颱風 大概七成都來台東 風那麼大 我們今天還辦得成嗎 基本上這個浪沒有打到岸邊上來 還好 我們至少一半的機會可以再添一點 OK OK 可以喔 看來到這裡的朋友 他的心智怎麼樣 現在已經三點鐘 海旋部還沒有發布有颱風 所以我們還是維持靜探的計畫 朋友到了 朋友到了 What's up Hello Hello 怎麼那麼熱血 嗨 颱風天野來 好久不見喔 不見 今天的角色 也是 今天可能比較難 因為看他都是野蠻 這是今天來的人 大家超熱血的 很多從台北來的 高雄來的 風這麼大 還要淨灘嗎 對啊 我覺得 這就是縮短淨的時間 四點半以前就回來 因為五點十大颱風就會來 岩地跟天津間有的片 因為颱風快來了 我們今天的淨灘 三十分鐘以內就要把它結束 就一起放好了 今天最大的對不對 團長 你怎麼一下就撿到那麼多 大家努力的結果 任務撿這一塊 對啊 謝謝你 快四點半了 已經四點半了 要上去囉 我知道你很想把 是整塊撿完 但是 都是撿一些比較高難度的 還好他有經驗 這邊一定要變美麗 不然他不肯走 因為沒有機車就用跑的 所以你這次的角色也是一樣的 就是運輸 運輸 這是很多人的垃圾 對 追不上他了 從這邊沿路走回去啊 還是有超多垃圾的 裁風天那麼多人幹嘛 哇,海景開始把這邊封起來了 台風來之前的天空 超漂亮的 好,�燉 似乎 你們 け